他們要在一天之內 去拍攝他們的造型 攝影還有他們的訪問 最後他們要合作一首歌 我覺得你的東西還蠻夢幻的 你的東西比較Rap 可以加一個比較偏選一些 因為他外表看上去就是很酷 但是他個性是非常可愛 我覺得大家非常知道 什麼角度很好看 什麼角度就是很漂亮 練習李議員 MTI的教學團隊 大家好 我們是MTI老師的教學團隊 《噪音少年》呢 是一個呈現音樂製作的 學習過程的網路節目 我們替五位學員安排了不同的單元 每一集我們都會配合 跟一個明星導師 共同完整一首作品 在我旁邊的是阿潘老師 跟杜嫂老師 嗨嗨 這集呢 我們是邀請到Karen Sissi 來做為明星導師 然後呢他要帶領我們的佩君 完成一個任務 他們要在一天之內 去拍攝他們的造型 攝影還有他們的訪問 最後他們要合作一首歌 非常不容易的一個挑戰 一天要做這麼多事 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等一下 你知道我叫誰嗎 我要剪到Karen Sissi本了 我沒有看到他 我真的太興奮了 我覺得他超酷的 他聲音差有磁性 差有自己的Style 我要跟他一起做音樂 對 我一定會好好加油的 希望我不會再緊張 勢奮 走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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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我們年輕人 我們有一些任務要完成 第一個任務是 我們想要拍一些Photoshoot 形象照片 你之前有拍過嗎 有類似的 但是沒有自己這樣第一次拍 這也是第一次拍 所以我們拍完那個照片以後呢 我們還會聽你的歌 然後我們會為你的歌專門拍一個MV 一起拍 我有這個榮幸 不是榮幸 是我的榮幸 沒有 所以你名字是Bi Hearty Bi Hearty 對 這個名字的遊覽是為什麼 我的名字就是 我自己取的字典上沒有的 然後他就是有一種 獨立思考的想法 然後很創新 Bi Heart代表我是很用心 然後非常誠懇 我覺得很適合你 因為其實現在做Artist 我覺得名字還蠻重要的 因為名字是第一個可以吸引到人的東西 OK By Hearty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你的歌好嗎 好 剛剛看到那一幕啊 我有點嚇到 Karen Sissy跟佩君 我有點分不太出 他們兩個有點 真的喔 那個形態有點類似 其實當初我在想 他們應該是有抓到 他們兩個有類似點 才會把他們放在一起 他們不是一個那麼 給他一個Stereotype 就可以定位的女生 兩個人都是這樣 所以就蠻期待說 他們接下來會有怎樣的火花 OK 所以你的音樂想要告訴你的觀眾什麼呢 我的音樂我希望是 宣洩我的一些情感還有情緒 然後我希望觀眾聽了之後會很有能量 然後找到一些出口 對生活更有效吧 這樣 酷 那我們來聽聽你的歌吧 好 但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挑戰 我做的時候就是 先把它用出來整體 我覺得你的東西還蠻夢幻的耶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比較 太實驗性 看看還有什麼選擇 但是其實我很喜歡 讓人家猜不出來 讓人家猜不出來 因為我很不喜歡 就是有的是 神秘感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因為我現在還猜不出來 你是誰 所以很酷 就很多 對很多人都會說 那你是那個啦 你偏流行啦 你怎樣 對阿但你現在沒有 就我覺得你很有自己的風格 對 很黑暗 其實有點想要HIPHOP 你想要做比較HIPHOP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如果用它來做華語的話 我覺得可能目前來說 還是太先進了 這首有點難寫耶 還有嗎還有嗎 OK 我覺得這個就是偏比較 DJ的感覺比較重 但不適合作為你的 第一個 如果你自己要唱 或者是Rap 這個還蠻有感覺 那就比較完整 有加一些melody什麼 因為我剛開始是想說 我要做像一些 有點意境或是配樂 所以就加更多melody 然後更豐富 Yeah I like this one 我喜歡這個 真的嗎 我覺得這個很酷 我已經可以想到 大概 如果就是我要寫一個HOOK 可以寫怎麼樣子 我覺得很適合就是加 比較多的autotune 然後讓它聽上去有點 神秘黑暗 但是同時又有一點HIPHOP的感覺 你編曲都是自己做的 先加一些鼓啊 然後一些聲音 我很喜歡加一些奇怪的聲音 Winning I'm winning again Who say I can't watch me w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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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winning again Winning I'm winning again 因為你的東西比較Rap多一點 所以你可以加一個比較偏旋律 對 有沒有什麼旋律 你對這首歌有沒有什麼 就是對於你造型啊 或者是你想要用一個什麼樣的影像 去呈現它 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想法 就是我很喜歡奇怪的 然後有顏色的 奇怪的畫面就是 有符合那個意境 但是也要美美的這樣 反正要美就對了 美又酷 OK 美又酷 好 Let's go 因為我就是之前有看過了她的照片 然後我想說 這個女生 看上去很可愛 我以為她的年紀比我小 但是後來見到她本人以後 我就覺得說 WOW 比我想像中的光 跟我一樣 就是有反差 因為她外表看上去就是很酷 但是她個性是非常可愛 非常搞怪 然後古靈精怪 然後很有自己的思想的一個女生 我覺得很興奮 因為可以跟凱倫斯蒂一起唱 然後我們還可以就是發洩 跟她一起 我就覺得有點忘記像在拍攝 非常的投入 我覺得妳可以穿蠟一點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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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套的顏色 那我看她平常的樣子也差不多這樣 我們兩個有點落差 但是也不要都一樣 就是兩個很不同酷的人 然後碰撞在一起 那時候想要幫佩君挑 第一就是我覺得身材比例一定要好 因為女生嘛 所以還是要性感一點辣一點 然後呢我也希望可以符合她的性格 因為她說她喜歡比較帥氣跟可愛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有混搭一個比較女性的top 然後下面呢就是比較寬鬆比較帥氣的東西 嗨 大家好 嗨 妳好 哈囉 妳好 妳好 嗨 嗨 妳好 嗨 我覺得大家非常知道 什麼角度很好看 什麼角度就是很漂亮 因為我覺得女生在什麼樣子很酷 還是要美 我覺得大家很有美感 所以我就覺得好那我跟妳拼了 就是TUROKEY 嗨 妳好妳好妳好 Who say I can't 經歷痛苦挫折 You can't ever deny 動了一圈還是會盜折 Whatever you say 我就是本沒天分 貶定我人格 自以為是才是如此 Who say I can't 經歷痛苦挫折 You can't ever deny 動了一圈還是會盜折 Whatever you say 我就是本沒天分 貶定我人格 自以為是才是如此 Who say I can't watch me I'm win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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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Who say I can't watch me I'm win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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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Watch me winning oh yeah yeah Watch me winning oh yeah yeah What I'm winning I'm winning I'm winning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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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他跟Karen Sissi老師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最後他們在合作拍MV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你可以看到說 佩君他其實有他自己表演的特色 可是他在投注他的energy到camera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Karen Sissi他是比較持續性的 就是他不管怎麼樣 他都持續的在對攝影機講話 從來都不會把自己的視線 或是自己的能量關掉 可是佩君他可能是比較點撞式的 他可以給一下然後就拋走 所以這一點會使得Karen Sissi在 後面跟他合作的這個MV裡面 你的焦點會很容易一直注意著Karen Sissi 其實我覺得這可能也就是Karen Sissi的特色 就是他是一個完整性很高的一個藝人 就是不管是從音樂也好 穿搭肢體還有動作的呈現上面 都非常的有他自己的一個特色 我們讓學員知道做音樂不只是有寫音樂寫歌這麼簡單 還有你要怎麼把你的音樂視覺化 佩君有比之前好很多 而且碰到這個階段可能就是那個自信 我覺得他就變成可以從Karen Sissi的身上去虛 經營自己的一些影像啊小地方 然後開始讓自己去習慣鏡頭 不要去怕他 就應該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Karen Sissi完全不怕 看到鏡頭等同於 就是一個 哇好像在跟你聊天 進入一個模式 對 Karen Sissi我想問你 如果平常創作的時候要怎麼樣找靈感 或是把歌寫好了 我覺得靈感都是看就是大家想要講什麼吧 像這首歌我知道你想要表達就是你想 從黑暗裡面又走出來 然後你想要給大家帶來正面 所以我就以你給我的靈感去研發下去才有了我的部分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就是 才剛見到你的時候 你還蠻害羞的 然後還不是很清楚怎麼樣可以表達自己 但通過今天一整天下來 我覺得你整個人自信還有氣場都有變相 剛剛你在拍MV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很放開啊 我完全都不需要就是給你任何意見 因為你就是在做自己 我覺得做自己最重要 謝謝我覺得也是很開心就是有那麼好的團隊 然後讓我覺得好像真的有生利其境的感覺 這是我的音樂 聽一下啊 謝謝